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一周龙珠会,我是刘龙珠律师 今天呢,也向大家报告这一周来的各种大事 坐在我旁边这位呢,是助理小白 他呢,来协助我,把今天这个事情做好 今天的标题是个万年老话题 万恶赢为首,为什么这么说?且听我细细分解 这周发生什么大事呢?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一个华裔被绑架的事情 然后呢,他的家人收到就是绑费打电话给他们要两百万的美金的赎金 然后针对这个事情,FBI他们就给出两万五千元的那个美金 可以去搜寻任何与受害人相关的信息 还有受害人家庭,他们本身也悬赏15万美金 然后收集任何有关受害人的信息 好像华裔被绑架的事情还挺多的 最近以来啊,不但挺多,是非常多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 那么之前呢,就是说发生小留学生绑架打斗事件 那其中一面呢,里面呢,一位小留学生被其他的留学生 翟云瑶,杨宇涵,还有呢,其他人 涉嫌绑架,涉嫌殴打 最后呢,结果,当然这个小留学生受到严重的身心创伤 嘴巴里面被塞泥巴,脱衣服,烫五头,各种罪行令人发迹 当然呢,这... 他认识同学吗?把他绑到了那个公园里 他们至少呢,应该是认识的 那据说呢,也是为了针锋吃楚,发生打斗 所以回到这个标题,还是万恶,迎威首 这里面呢,是这样,就是说 后来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啊,最后的结果是 这个里面呢,除了Victor 除了这个里面的这个小女生被殴打 然后被烫乳头,然后被塞泥巴之外呢 他这个呢,当然,对他一生呢,是个非常巨大的身心的创伤 那么另外三位呢,也得到了非常严重的惩罚 一个呢,是十三年图形,十三年,第二个是十年 那另外第三个呢,应该只是递了一把剪刀 最后呢,要做六年的牢 所以呢,是十三年,十年,六年,非常严重 嗯 所以呢,当时呢,除了这个事件之外 另外一个跟绑架相关联的 非常大家了解的,就是在芝加哥发生了张盈盈被绑架案 张盈这个事件呢 大家应该都知道,说张盈呢,后来上了一个人的车 后来就不见了,那据说呢,现在已经被杀害 因为各种搜索,各种找寻 媒体还专门搜索小组,专业的,非专业的 然后大家都非常热情 然后呢,就非常投入 但是呢,到现在没有找到 因为当时呢,一个很大的争议 第一,就是说,因为当时这个犯罪嫌疑呢 只是被检控绑架,没有被检控磨杀 嗯,因为这个事情呢,当时我也看了 第一,很愤怒 第二呢,就是说,从一个 法律专业人士的角度 我个人觉得 以目前这个情况 他应该被检控磨杀 因为为什么呢,因为FBI 当时也明确提到说 那么张盈盈很有可能已经被杀害 如果已经被杀害 为什么不检控他磨杀 没有任何道理,那么后来呢, 我呢,也是秉持我一贯 勇猛,好斗的风格 然后呢,我给司法部写了一封 义正言辞的信,说我呢 这个第一,当然我不能代表任何人 只是呢,我知道很多人的心声 华人,不管是在 美国的华人,还是中国的华人 在世界各地的华人,那么 我们非常想知道 他为什么没有被检控磨杀 因为FBI自己都说了 那么这个张盈盈很有可能就被杀害 后来的结果呢,那个后来他又被 他一定要贵在参与 因为为什么 如果你不关心 那么今天被绑架的是张盈盈 那么明天被绑架的可能是李盈盈 后天被绑架的可能就是你自己 所以呢,这个事情呢 在遇到张绑架的事件里面呢 华人一定要 团结起了,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说一定要参与 怎么参与 现在的FBI有个8万的电话 如果你有各种线索 如果你有各种内情 那么你可以打这个电话 这个电话呢,跟大家报告一下 FBI在洛杉矶24小时的热线电话呢 是310-477-6565 再说一遍 310-477-6565 那么如果有人说 六律师 那么你在上面呢 说的比唱的好听 吐沫乱飞 青筋暴跳 跟我大讲正义 讲公理 讲团结 讲华人要帮华人 我不在乎这个 那没关系 如果你能找到有用的线索 那么赏金加起来 FBI2万5 那么这个被绑架的 这个人叫廖洛成 他加了又出了15万 那么你可以不在乎 我讲的这些正义 这些公理 这些道理 那么你应该会在乎 这个加起来17万5千美金的赏金 所以呢 也希望你 不管为什么原因 为了道理 为了钱 或者说 什么也不为 你就说 我周末也没事干 希望大家热心的投入去找 希望呢 可以 如果有任何一线的可能 可以把我们这个受害人 撂落成 可以解救回来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FBI已经介入 正常这种官司 绑架官司 除非两种情况 FBI会介入 第一呢 就是说他是跨州的官司 什么意思 这个人从在洛杉矶被绑架 然后被绑到纽约 被绑到 Las Vegas 因为从加州到另外一个州 FBI会介入 第二个呢就是说 重大案件 那么 就像之前张英的案件也是一样 张英的案件呢 其实没有跨州 但是呢因为非常重大 非常恶劣 因为张英可能事先被杀害 所以FBI介入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这个案件里面 现在FBI已经介入 表示说 那么在这个FBI的眼里 这个是个非常重大的刑案 嗯 所以呢 这个之前就有另一个案子 就是有一个女生被拖到沙漠里面割喉是吗 对 那个就没有FBI介入 对 那个只是一个在州的层面的一个官司 嗯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那个 他这个情况呢 被绑架呢 是 这一个人 但是绑架他的嫌犯 有三个人 嗯 所以呢 如果是三个人 团伙作案 在这种情况下呢 破案的激励极大 你为什么 因为呢 如果一个人 只要不开口 神仙难下手 对吧 所以你不说 那别人也不知道 当然你也不可能说 为什么 如果你说的话 死的是你自己 对不对 但是有嫌犯有三个人 一般来说 从绑架案件来说呢 嫌犯 一般来说是团伙作案 像之前那个 翟云瑶 小留学生 绑架 另外的小留学生 这个案件来说的话 因为为什么呢 你人多事重 你绑架 才能够实施 才能够执行 对吧 你一个人你说 你跟我怎么样说 我才不走 滚蛋 对吧 你也绑架 绑架不成功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 为什么人多 反而容易破案 三个人应该是各自 找各自的律师 那么 在这里面 换用的 一个招数 从律师的决度 要帮助你的当事人 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要叫你的当事人 弃暗透明 怎么弃暗透明 换句话说 就做叛徒 对不对 你去自首 你说 我呢 可以把真相告诉你们 真相告诉FBI 真相告诉联邦检察官 但是前提 就是你要对我重新发怒 那么我可以把另外两个人 供出来 当然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说 不但在绑架案件里面 如果在团伙作案 那打架也好 贩毒也好 绑架也好 在这个里面呢 如果团伙作案 其实人越多 越容易破案 因为为什么 这里面只要有一个人说话 那么其他全部都死 当然前提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自己本身这个角色 你说刘律师 我刚好也处在这样一个非常 让人头痛的情况里面 我也出了个事情 一大堆了 我现在去报案 我现在去制守 有没有用 一般来说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如果你的角色 在这个团伙作案里面 不是一个主要的角色 你只是个小弟 是个虫犯 是个首相 是个跑腿 是可以的 为什么 他从检调的角度来说 从严谤讲长官的角度来说 那么呢 我放了一个小沙米 小沙米 但是我可以抓一条大鱼 我是值得的 但如果你本身是老大 你说我也去制守 对吧 然后呢 我把我的小弟供出来 那个 FBI肯定听了哈哈大笑说 就你这么少 怎么也能做老大 对吧 有为什么 我怎么可能说 为了抓小沙米 放那条大鱼呢 如果你是主犯 你是老大 那么这招是没用的 换句话说 然后在这里面呢 是三个人 他们参与绑架 总结一下破案的几大 这里面呢 特别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从华人立场 就是说 这个因为可能很多人 是不是香港的警匪片看多了 我常常在香港的电视剧也好 电影也好 几乎每一个警匪片里面 都会有个场景 一个面包车 啪一下停下来 然后呢 门拉开出来几个 把这个人拉上车 看开了就走 可能看多了之后呢 会不会产生错觉 干后呢 可能喝一点酒 觉得这个没什么了不起 大家都这么干 对吧 然后呢 我也这么干 尤其什么时候呢 尤其什么时候呢 就是说 特别小留学生啊 觉得说你是欠我钱的 对吧 这是我我现在把你把你拖过来 要跟你要钱 什么不对 对不对 他觉得非常理直气壮 对不对 对 感觉说我这么做 只是维权 维护我的权益 因为你把我的钱 骗走了 然后呢 你没还我 然后呢 因为你把我的女朋友抢了 然后呢 拆我的墙角 他觉得我这么做是维权 这是第一 第二个话呢 很多时候小留学生在一起呢 喝酒唱歌跳舞 很开心 然后呢 并且还多喝了一点 旁边就起哄说 啊 这个 小王 你这个事情就这么算了 对吧 你怎么能这么丢人呢 对不对 小王不能丢人 就很多时候是一时冲动 对一时冲动 他说没关系 小王我们跟你一起去 对吧 一帮人 找一找 找到两个棒球棒 看来他就去 嗯 所以呢 这种情况常常会发生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千万 不要冲动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呢 如果你是绑架罪 被抓到之后呢 如果里面呢 有人被打死 将张云这个案件 你最高刑期 最高刑期 是死刑 那么即使根据加州的法律 不是联邦法律 如果绑架罪成立 并且这里面呢 有其他情形 比如什么 要赎金 比如说抢 你说我先把你绑过来 你欠我钱 那个说我没钱 我也没办法 你说好 你把他劳力士手表抢走 把他的这个包抢走 然后把他包你的钱抢走 那么这种情况下 那么你除了绑架 其他人之外 你多了一条罪名 rubble 枪劫 那么最高刑期 是无期徒刑 后果非常严重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涉及到绑架 联邦法律是实行 州的法律是无期徒刑 更重要的是什么 很多人里面是觉得说 什么构成绑架 多远构成绑架 对吧 从洛杉矶到Vegas 可能构成绑架 从LA到Orange County 可能构成绑架 那么我从圣盖坡 到Alhambra 是不是构成绑架 当然构成绑架 根据之前的案例法 之前一个人在房子里 从一个房间被移到另外一个房间 从卧室移到厨房 中间隔了多远 隔了29ft 29指 不到10米 那么法官认定绑架成立 因为移动的距离 就构成了法律的绑架的定义 那这样子的话 怎么样你才知道它是绑架呢 OK 非常好 第一 你被移动距离 第二 怎么被移动距离 29指就符合条件 怎么是以暴力或者威胁 什么暴力 我自己把你拖了就走 这个是暴力 什么是威胁 你要跟我走 你不跟我走 我等一下捅你一刀 然后你死得很难看 你不想被捅一刀 你觉得是不是死得难看不难看 你不知道 你被捅到肯定很痛 你说算了 我认你狠 你跟他 你这个人跟你从务事走到厨房 那么绑架罪就成立 所以第一 绑架罪很容易成立 第二 成立之后 霍果很严重 你会死得很惨 对 所以特别小龙学生 在这种情况下 为什么我讲到这个 今天标题是万耳银为首 有意思是说 你觉得说 这个跟银为首有什么关系 跟银有什么关系 就比如说之前的案例 像那个翟云瑶事件 据说也是一帮小女生争锋之处 对吧 结果造成了 其中有三个人坐牢 其中一个人被打得半死 然后对心灵身体产生一辈子的创造 所以这后果是非常严重 很多网友就说 希望受害人都能平安回来 那也希望这个犯案的三个人 可以意识到自己这个后果有多严重 嗯